謝謝主席、部長、政府官員、同仁、媒體朋友、工作同仁 午安大家好 請先請部長一下 有請部長 江委員好 部長 接著我們剛才的何委員所講的 我是認為說 大家要加錢大家都很高興 對不對 但是政府會講說 這個恐怕計算沒有辦法去編列 這是兩極化的這種情形 我們現在大概在談民進黨也好 國民黨也好 在談說我們這個籠保 要加 要加多少 七千、八千、九千、一百 一千、一萬 對不對 對不對 都有人提 我們都認為說你假如能夠 租戶的話 那最好了 我們是希望更多 不是更少 但是我上次也講過 我們不能說只看這個 農保 農保現在虧損多少 一千多億 然後每年有四十億的這樣 這個虧損下去 對不對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 當然 有人講說 那你政府為什麼不依照這個規定 去通版檢討 報到這個行政案去 什麼樣一個改進 當然內政部當然講 有啊 我有報上去啊 但是行政案說 因為這個國家的 怎麼怎麼怎麼 所以我們現在 請你暫時不要這種 這個去調整 或者是你要以各種的聯金的方式 去通版的考量 我們也都曉得這樣情形 那當然內政部是沒有責任 因為行政案不合准 因此我們這種農保的虧損 太大了 太大 虧損太大 假如政府都能夠拿錢出來 最好啊 我們都非常高興 我上次也跟你們講過說 我們老年年金 老年的金貼 為什麼只有三千塊呢 同樣是老年 剛才我們和委講過 這個有沒有錢 大家都心出肚明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來講 現在目前這個農保 剛才在經濟委員會的時候 有人講說 我們應該是要把它排負嘛 對不對 有人講說不能排負啊 這種情形 我個人是認為說 假如要排負 假如要排負的話 你現在的 你現在已經在領這個六千塊的 你不能把它排除 新增加的 就是要排負 那這樣的話才能夠 對這種 現在 在這個領這個 老龍金貼 老龍金貼的這種情形 他會非常的辛苦 去新的 那我就是因為有新的速度嘛 這個也不會受及既往 是 我是要這樣這種情形 是比較好 但是這個國民年金齁 我認為說只有 只有調整這個老龍金貼 國民金 老龍金貼 現在是老年金貼 國民年金 老年 老年年金 其實這個六十五歲也不算老 怎麼老 老當益賺 其實才開始 怎麼會說很老 不會的啦 我們都像政府講說 銀花子 要好好的重用他 你看現在我們社會裡面很多助攻 都是 銀花子在做 對所有國家的貢獻蠻大的 所以我們上次也跟 部長講過 這個要對他們精神蛋多多獎勵啦 我前幾天也在我們嘉義師啊 排排之後啊 就是助攻啊 有金牌的銀牌的什麼銅牌的 他們都很高興啊 沒有錢也很高興啊 這個 我們要好好的利用他 我是跟部長齁 這個在這個法律上 或是法規上 要多多的 來這個 我們非常肯定 我們銀花長者 對國家社會的貢獻 也知道他們都還有 很多的精力可以繼續貢獻 對啊不要講說這個 因為這樣領了多少錢 都是被年輕人 要依照這種這個鞋子的算法 哇這個什麼不得了啦 以後一個人要負擔幾個人的 我看喔 現在父母親喔 要請這個 他的孩子來養他 沒有幾個啦 我老爸也沒有叫我養他啊 對不對 反而是拿錢給我啊 什麼可能嗎 這個當然不是說 一字啦 有的是有 有的是沒有啦 不是說啊 因為我們生有年輕 所以你現在這個人口少啦 怎麼樣情形 年輕生了不到一個人 所以以後這個老年 都被年輕人 一個人養四個人 不見得啦 說實在的情形啦 我看到很多社會上 我們老爸都還錢給我們 沒有說來給我們拿錢的也有啊 對不對 我老爸也是做農的啊 他也不是在做生意啊 他還是可以 多多少少給我們這些錢嘛 所以對這種雲花族 我是認為說 要好好的重用他 其實他很多的 以後的這種這個 漁年的這個規劃 都是對社會都有幫忙的 那另外就是說這個 老年的這種這個津貼啊 我是認為說應該齁 我不是說這個老年津貼 我們怎麼樣要調整 因為上次問了 部長 部長也講說 這不多了啊 要增加一百億啊 又是錢就出來了嘛 對不對 向委員報告 我們的前提是如果每一項津貼 都增加一千元的話 對啊 光是內政部所主管的 九項十項津貼 加起來大概就兩百多億 對啊 那確實是蠻大的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說 我們要一個公平的一個社會的正義 是 我們希望齁 把現在社會的肉宿的 能夠同盤的檢討 說幾年調一次 幾年調一次 做一種法制化的啦 是 這樣我想大家會 會非常非常的心無口無嘛 好不好 你說有人調 都沒有調 那為什麼我不是農夫就不能調 我是農夫就可以調 對不對 我家裡也有田啊 我去當農夫也可以的啊 是不是 雖然我沒有蓋農壽啦 我沒有錢去蓋農壽啊 連吃飯都不夠啦 在這種情形來講的話 我是認為說齁 肉宿團體的 他們有多少項 我們做一個計畫 然後去檢討這樣 不要是針對一點 大選舉就要講一些的這種情況 我是認為這個不是很好 如果能夠制度化 並且有一個規則定下來 我相信是 對國家長遠發展 我們鄭月霍事發 給大家都同意的話 我想 他們也不會反對啦 我們到時候都會 都會這種這個 是這樣的一種這個 這個這個有提升嘛 是 像這個情形嘛 我想這個 欸 老農軍隊啊 跟這個 老年軍隊啊 請這個部長齁 跟其他部會好好的溝通一下 會 我們會配合農委會 一起來好好的規劃 對啦 我想這樣是比較好啦 那另外齁 就是 這個 國民聯金齁 我上次也跟 部長報告過了 沒有一個辦法 因為這裡面啊 我沒有像這個 那個 那個什麼 像這個 健保啊 可以調整匯率啊 欸 對不對 欸我也不知道 國民聯金可以調整匯率喔 是喔是喔 上次又調整了嘛 所以我認為說 我跟部長問部長說 這個是法律的規定 法裡面有民文規定 法律規定 我們夠用的話 根本就不要調整嘛 所以我跟部長講過 不要因為有法的規定 你就認為說 啊沒有關係啦 不要去宣傳 請向他來繳會 那我是去看 免得給他徵免得給他徵 那 左調的人更多啊 對不對 我跟部長報告啊 我現在我小孩子 我也不交了啦 為什麼 欸 也沒有利息 也沒有罰款 欸 十年內都會不交 那為什麼現在去交 他二十三十歲 繳到六十五歲 那還多了 不要啦 不要啦 要繳利息的委員 沒有啦 千萬不要誤解 利息那是很少嘛 沒有多少嘛 所以我是認為說 這個齁 而且現在有生意給付等等 如果說沒有早一點家寶 其實就放棄了這些權利 對啦 沒有錯啦 但是總是他還沒有結婚嘛 那我是在什麼時候都會加進去嘛 對不對 很鬆啊 很鬆的這種這個情況下齁 你叫我去交 我怎麼交 我十年以後再來交嘛 我一年再來交嘛 所以我小孩子現在一年交一次啊 我就把它存了存了 所以只要利息還有一塊錢啊 對不對 我要理財啊 對不對 我小孩子一年要交兩萬多塊 三國要兩萬多塊 我要去存利息啊 雖然很少 但最起碼有十塊錢 我還要買糖果粗啊 這不是很好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齁就要去考慮 為什麼我們不去加 這個真的要考慮 你現在來講的話 幾百萬人啊 只有一半去交 對不對 部長 是 一半嘛 已經有到接近六成了 蛤 已經有接近 超過了這樣子 沒有啦 一半啦 我看到這裡沒有規劃嘛 一百零一百零一 超過一半了 五十點多啦 五十點多啦 那我想這個齁 國民聯金齁 因為非常重要 我們就只要是給這種這個 家庭職務沒有工作去加入嘛 以後他有一口飯吃嘛 對不對 那在這種情形來講的話齁 那我們只是說在這種情形來講 好像 不是在很大的去鼓勵齁 人來加入齁 所以在這裡面講說 你們跟那個什麼老保急 共辨列五千萬去宣傳嘛 對不對 那宣傳有沒有效應 說越宣傳加入的越少 越宣傳加入的越少 反其道我醒啊 部長這也沒有什麼辦法 我的意思是說齁 我不是說我小孩子不要交啦 我是說 既然這樣的話我就一年繳一次 不要常常每天每個月都要去繳 這很麻煩啦 對不對 我就一年去繳一次就好了 無所謂嘛 歷史也沒有幾塊錢 對不對 向委員報告 那個絕對不會是越宣傳 那個越少 應該是說 宣傳如果還不夠多的話 那麼它擴展就不會很快 那基本上我們確實應該多加宣傳 有很多人對國民年金有一些誤解 都認為說 玩繳比較划算 所以現在就都不想繳 但事實上有一些給付 有一些年金它是 在你加入之後就可以有的服務 如果到臨時才想要加入的話 就來不及了 這個喔 這個國民年金當然有它的好處 只是說 我在國外的時候就是 認為這個所謂國民年金非常重要 因為我在留學 我加到他們獲勝年金 我是學生連一毛錢都不要繳 低收入戶嘛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在台灣來講的話 因為我在外國只有一個人啊 你在台灣的話 我小孩子 你老爸有賺錢啊 所以你要用這個六百多塊去繳啊 不是說它是低收入戶啊 沒有嘛 但我想這個是沒有關係啦 所以只要是說 我們現在目前的國民年金的這種這個保險 它的種種的這個比較跟老保 缺少它的一個飲料性 所以我上次就講說 誒 農保才這個 匯率才多少呢 百分之 二點 二點 多嘛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國民年金大概是百分之六跟七嘛 對不對 不過差太多了啦 所以我想齁 這個齁 要真的去想想看 能夠把很多的這種這個 需要的人 真正回歸到國民年金這樣 好不好部長 好謝謝委員 這個實在很重要 因為我認為是很重要 所以以前 極力都在推動這個國民年金保險 是 好不好 好那再下 部長你先回我要請問書長 沒有啦 書先生到了嗎 一文鐘好不好 一文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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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告訴你 我 法務處很多人都來問 第一 隨意離婚不行啦 他來跟我講 我跟太太離婚了二十年 以前 我有錢啦 我有錢 現在我沒有錢 我太太有錢我沒有錢 我現在是申請低收入 說不可以啦 為什麼 你有太太啊 你離婚是隨意離婚的 不行啊 他說我隨意離婚這麼久了 我沒有住在一起 不能夠申請 當然你上次跟我講說這個有很多假照的啦 衛照的啦 故意騙人的啦 當然這是齁 這種方面是對啦 但是我想這個請 請這個 這個司長啊 我現在沒有給你答案啦 就是說這個 切水人來軍隊 另外這是一個所謂的單親的那個齁 透視敬意的齁 現在老八是可以的啦 但是啊你那個 架式機的你齁 上次講齁又是不可以啊 所以上次也來跟我講 我本來講好像過了 他猜一猜不是啊沒有啊 沒有通過的這種情形 所以請司長是不是 這兩個齁 我會請他打電話給你啦 好不好 因為我沒有辦法打負啊 我每次來都這麼大聲啊 我說 你都不利的這種情形 所以我會請他打電話給你